除了低头专注手中萤幕 现在任天堂还有新玩法 墙上超大萤幕需要两个人 才能完全操控的马力欧 任天堂代表董事亲自出马 带你玩 揭开10月初即将开幕的任天堂博物馆 神秘面纱 从红白机到最新的Win 一次看到宝 10月将在京都开幕的任天堂博物馆 这个月20号内部设计首度曝光 除了展示区还有互动游戏区 馆内餐厅更推出一系列限定美食 老董卖力宣传抢客 希望借此挽救任天堂连年下滑的销售量 因为全球游戏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上市短短三天卖破千万套 中国3A游戏黑神话悟空 全球讨论度高 即便不了解中国古典文化 光是特效故事概念也相当吸引外国电玩迷 新电玩游戏如雨后春笋般上市 也难怪老字号游戏大厂要卯足全力 拼流量也拼销售量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